中华文化 起源于黄河 长江流域 五千多年来 以汉民族为中心 又在这片土地上 与各民族兼容并蓄 终于未成傲视一方的璀璨文明 当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中华文化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也在欧美开启了汉学的研究热潮 而在临近的日本 韩国以及越南 除了政经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之外 日本更是早在隋唐时期 就开始施法研究中国 直到如今 汉学在欧洲 美国以及东亚 早已是大事辈出 成果丰硕 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宇文索安 以及日本东洋文库文库长 斯波易信教授 从中研院副院长黄敬兴手中 借过奖章 表彰他们在汉学领域上的卓越贡献 下次一掌春水上动了 那么好听 可是我感觉我们就像 银白色的头发 高挺的鼻子 七十二岁的美国教授宇文索安 以唐诗研究独步全球 透过他的诠释 我们才赫然发现 唐诗原来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广东话是跟唐诗原来的语言 韩建 Professor Tian and I were in Hong Kong this was before the reunification we were trying to get back to Kajidasha we got a cab the cab driver spoke no English we spoke to him in Putonghua cab driver spoke no Putonghua cab driver spoke no idea if we want I said Mabal I used tongue we can see the old tongue pronunciation so I said Kogi Taiha Oh Kogi Taiha so it's close enough even though it's not exactly the same 说到唐诗 画夹子一开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宇文索安不知考究唐诗的古音 诗人的隐藏版性格 以及当时代的创作背景 他都能理出一套完整的理论 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他的课堂中 早已经做古千年的诗人 竟然都能重新复活 如临现场 he has almost a magic magic trick to make you if you were sitting in his class to make you feel like you were sitting in Tang China or in Song China and he makes you feel like he actually know all these poets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really well as if he personally knows them he can take that poem and act it out and show you what is going on what kind of person wrote it what sort of mood they were in you know where the poem goes a little bit beyond what you expect where it's not simply as flat as you think it might be and so he kind of brings poetry to life in the classroom you feel that every fiber of steviness is going into understanding something that was written over a thousand years ago and it has the effect of reviving someone who's dead that was written 有人形容宇文索安 是位唐詩而生的美國人 他十四歲 在圖書館偶然讀到一首中國古詩 從此深深愛上了唐詩 十九歲 進了耶魯大學 攻讀東亞文明與歷史 是當時學子的第一人 二十六歲 拿到博師學位 隨後即在耶魯任教 其後又轉任哈佛大學 任教超過半個世紀 五十二歲獲得 哈佛大學詹姆斯·布萊恩特 柯南德特級大學 講座教授的榮譽 直到二零一八年才退休 他一生寫了三十多本書 《現在仍舊住宿不斷》 最為世人所知的唐詩研究 從他的論文《孟教與韓瑜》的詩歌開始 數十年間陸續出版了《初唐詩》 《聖唐詩》《中唐詩》 以及《萬唐詩》 他縱彎唐朝三百多年 熟讀上萬首唐詩 從詩的文學之美 看到了唐代知識分子 上層階級的活動 以及整個歷史與社會的變遷 我喜歡唐詩 唐詩唐 fright行 唐詩唐 唐詩漫時裝 唐詩的聲音 房字獲一直誇 其中一般 媒體註教的 flour merge 與 personal 雲人 它是一本文字幕的一本文字幕 所以它帮助了那一本文字幕 是的,文字幕和歷史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一種人平常思考 那是,人們覺得有歷史 但文字幕記者是相似的 當我們閱讀藤詩 除了美麗的詞走 還看到什麼呢 以眾多華人 朗朗上口的豆腐詩 春旺為例 國破山何在 城村草木深 感時花見淚 恨別尿盡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底萬金 白頭騷更暖 魂域不生簪 宇文索安認為 要理解這首詩 探尋杜甫當下的心境 與唐代社會情境 翻譯只是第一步 最好還能騙讀杜甫的 所有作品 才能找到更多線索 但就算是翻譯 宇文索安也堅持保有詩 原有的優美姿態 他所翻譯的每篇唐詩 用字流暢 情境栩栩如生 宛如英文的原創詩 他是英文的美的寫師 所以你可以給他的書 學生或是給中國文章 不存在的興趣 或是給中國文章 不知的傳統 他對中國文章 對中國文章 對中國文章 在世界各地 他這邊特別強調文本的細讀 因為我們上課的基本方式 就是你要翻譯很多古代的文本 你一旦要把一個東西 一字一句地翻譯出來 你就不可能放過每一個 模模糊糊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在這個過程當中 本身就是一個復活古代文本的 那麼一個過程 除了唐詩研究 翻譯也是語文索安 對中國古典文學的 另一項重要貢獻 早在二十多年前 他就以 Ana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將一九一一年以前的 中國古典文學 包括詩 散文 小說 以及戲曲等等 以選集的形式翻譯 介紹給西方學子 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必讀教科書 而他在六十二歲 一般人選擇退休養老之際 再一次地買首翻譯 他盡個人之力 花了八年時間 將杜甫一千四百首詩 完整翻譯成英文 還將這套 多達六卷的杜甫詩歌 和英文權益本 放上網路 讓人免費下載 好的 最究竟我們 當時為 English 再び同一位 新動作 是的 大家和使用 這幾個有一些 都閉field 過 都警NS 無法 通过他的书通过他的翻译通过他上课的讲解 杜甫真的被还原成了一个很丰富的人 其实你正是在全面地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 你才会觉得他那些诗 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诗学上的一个转折点 他为什么那么特别 他究竟跟其他的诗人不同在哪里 People read doofu they read anthologies and the anthologies are incredibly boring I just I find them just awful and doofu is such a very strange quirky uh different poet if you actually mean the whole thing he writes a great deal about food nobody else writes as much about food in the Tang dynasty 寫大宗的名字は 美国宗洋的名字 他では永遠是在某些名字 你不知的是在東語 他寫著我的作品 他寫著了一些人的作品 他寫了一些朋友 他可能原创业有多大一種 他在他 liberaal的予世代 把中国文化的клад方式 方式歷史上的 Casino 世界上的一名的文字 他可以有15名文字 是一名的一名文字 每一名的文字 每一名文字 都是一名文字 他的文字是全世界 在这个国家 在美国 在中国 在台湾 有很多文字 有很多文字的文字 有很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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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4岁 出示唐诗的怦然心动 宇文索安直到72岁 仍然是努力尊严 执着不懈 热情映如初衷 他的成就 不止在于重新赋予唐诗 新的生命 也透过翻译 让西方世界认知 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他更将此发扬光大 极力让中国古典文学 立于世界文学之列 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 开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亲切地介绍家中庭院 这棵三百多年的大树 宇文索安很喜欢这棵树 他住在哈佛大学附近 一栋一百多年的老房子里 一景一物都充满历史感 书架上陈列着以拉丁文 希腊文传述的文学作品 其实他早在高中时期 就开始研读各国语言 就是希望能一窥 世界文学的璀璨光滑 但说也奇妙 他跟中国古典文学 就此缠绵一生 可能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即便在六零年代冷战正憨 或者中国古文 连现代中文都没人要学 他仍旧坚持初中勇往直前 宇文索安认为 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也强过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我告诉他们想要学中文 我父亲告诉我母亲 你能够支持他 我最后一生命的生活 他们想不想我可以做一生 我做了 我做了 我第一位在唐人 我最初做 西 Asian语言 和称之类 和和教育 和教育 我去做 我去做 他说 一生命的事 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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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不,你去做 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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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 去做 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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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研究记者 在博士 但我去做 短话 我去做研究研究 这些语言 詹文索安以獨到的眼光 將中國古典文學 放在世界文學史中觀察 在比較文學的領域裡 手開鮮立 他最為人知的作品包括 《追憶》、《彌樓》 與《他山的石頭記》 我認為他做的一件事 是 做到 there is a case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needed to be considered as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 not just modern literature influenced by the west but as literature that had an existence as part of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on its own and that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uld not just be about Western literature or the literature of 其中这本《踏山的石头记》 是宇文索安跟他的夫人田晓飞 共同合作出版的散文集 田晓飞也是哈佛大学教授 他们不仅是同一个领域的顶尖学者 更是知己以及最好的工作伙伴 我们决定要做这本书因为 媒体提供了这本书 他们提供我们的计划 选择几个计划 基本上是自己的选择 我必须说 基本上来说 他不是很简单 因为他有这个计划 他很原本的一种 他很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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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说 他可能不算是 他最容易详细的 但是我感觉 我感觉到他 因为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认识他 他认识他 他认识他 我们不常认识 我们分享 我们分享的东西 但她是她的 她的计划 她有很多 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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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认识 她的计划 她是很幸福 我们喜欢 我们也喜欢 同样的东西 我们也有点 同样的东西 我们也有很不同 认识 但是 我认识 一件事 我认识 最重要的 关系 我认识 我们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们最重要的 是我们 一直在计划 我认识 她 计划 我们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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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 我 我 我 计 否 她 她 嗯 我 我 自己 她 她 我要 她 她 我 每年年,他 would寫真誓, 通過導賞的文字を期待 一個節ibile文字、 進凡文字幕、 learning時代文文字幕、 教授文字幕、 請教授文文字幕、 500文字幕、 作文文字幕、 作文字幕。 我們還沒有知 there was such a thing office hours we thought that you when you wanted to talk to your teacher you just went up to the office and knocked on the door you would walk into his office with great dismay and with almost depressed almost like really feeling really helpless and frustrated by whatever you're doing and then you will you would walk out of his office really happy excited and like laughing and really ready and excited to start writing and continue work 今年4月這位學生心中如師如婦的教授從哈佛退休了不只美國包括歐洲日本台灣以及中國大陸超過一百位學者到場歡送耶魯大學的教授孫康儀還特別寫了一首詩獻給宇文索安 祝賀宇文索安 祝賀宇文 榮羞 土物吞煙 銀劍條 唐鷹 北美 成風燒 仰燒 寒渡 麻菇澡 喜佩 鳳亂 弄玉宵 舌燦 李陶 四十載 彼庚 英漢 萬千條 他叫《感銀 珠我休 師事》 非常重要 你看看 你看 你看 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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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是 你覺得 她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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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彙音 她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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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余的收藏嗜好 也能找到中国古文明的小线索 宇文索安乐于在现实生活 解开唐朝的一切谜团 他竭尽一生 建立了一个对话管道 能让现代人穿越时空 回到唐朝 宇文索安虽然是个美国人 但他与唐朝的距离 却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紧 位于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 不仅是日本最大 最古老的东洋学图书馆 也是全球第五大 亚洲研究图书馆 藏书大约有100万册 而担任文护长 管理这一切的 正是唐奖第三届汉学奖得主 斯婆一姓 这一小方天地 是斯婆一姓的办公室 他每天在这里研读大量资料 研究主题还是跟他投入 将近70年时间 钻研的中国经济发展史相关 到现在仍旧乐此不疲 斯婆先生做的是宋代商业史 在美国宋史宋代经济史研究 刚起步有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书 所以斯婆先生很快地就被认为 是一个做宋代社会经济史 很优秀的人才 应该是一个精密的一个许学研究者 特别是宋代 但他也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历史观察者 但是从宋代来到可以观察到当代 华人面对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了严格师 他说的那些人 反抗している 所以 例如外国去 有些认为了 国内没有介绍 他回忆在中学时期 本来对德国的社会变迁史有兴趣 还特别学了德文 但是在高校教哲学的父亲劝他 要研究一国的历史 需要查考庞大的文献资料 利润佐证 与其念德国史 不如研究临近的中国 父亲的劝告 不仅扭转了斯波异性的学术志向 更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后来进入东京大学 攻读东阳史学 更是在恩师周腾吉之的指导之下 投入宋史石货制的益助 为他研究宋代经济史 奠定深厚的学术基础 而他在1968年出版的 宋代商业史研究 更是红到欧美 被许多学者引用 一举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宋代商业史研究 伝統的なやり方があります ただそれでもすごく限界と言いましょうか 資料というのはもう限られてますから 自分が知りたいことについての資料があるとは限らないですね その時にどうやったら 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アプローチというか 接近できるかという時に 例えば柴先生のような方法論というのは すごく参考になる 中国歷史を考えたりしています 中国歷史に誘致するのは 何時に何時に誉明なのに 何時に誉明なのに 何時に誉明として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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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及私人文書找線索 繪製圖表 地圖 將交通發展 市場 及商業組織的規模記錄下來 從城市與市政 國家與商業關係的角度 加以系統性的分析 逐步刻畫出宋代經濟史的全貌 也開拓出全新的研究領域 以前在愛駿南北 是韓民 工務望著 在當勁的時候 就有點尊重這些巧克著想愛的人 因為它跟禮堂沒有關係 中代以後這個中國 是官僚為主體的 如果以官僚系統為主體的話 作為國家統治的一個架構的話 那麼民間的經濟就會很活潑 因為民間的經濟不會完全受在於 怪族 怪奇 以及一些有功的大臣 其實西伯先生切鎮區的那個題目 做宋代的研究 它是非常精重的切鎮區 中國的經濟史很難做研究 差不多是裁造史 而且西伯先生慢慢就用在下一層的 主要文書 文件 商人的經理書 中國那麼大 人那麼多 商業活動各自精彩 該如何確定某個地區的經濟變動 之餘全中國的意義呢 斯波異性很早就感受到傳統漢學的局限 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結合日本漢學的實政傳統 開展了江南地區的區域經濟社會分析 1988年出版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 他發現是水陸主宰了區域內部經濟發展的命脈 他發現是水陸主宰了區域內部經濟發展 江南的經濟是需要把它移到洛陽長安去 支持王朝的發展 所以開封也好 南宋當然更厲害了 他完全是在杭州 到了以後的朝廷都是在北京 那變成南宋那個運河就通到北京 那路基到今天強康牢獄 永遠是最重要的 江南那個經濟有一條強康水 我把內地所有的經濟都往沿海那邊送 陸上交通是一番損難的 是努力的 所以水上交通是三倍或四倍的 可以運用的東西 很快 斯波異信為了查考中國商人 尋找區域經濟活動的脈絡 不但研讀大量史料 旁征博弈 更從中發現了中國都市的發展模式 於2002年出版中國都市史 提出了當時相當獨到的見解 斯波先生他在選擇書題的時候 特別強調他要用都市而不是城市 城市的城就是指一個大聚落的圍牆 它重點在於政治性鎮壓統治的功能 跟軍事上防禦的功能 都市的都指的是都會 英文叫Emporium 也就是說重要的貿易商業活動的地方 普通の人はみんな そこら中村があると思ってる 東宋もそうだけど前もね だけどそんなことはない 村っていうのは 記録に残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のはね 南北町 南北町であって それまではもう田舎には住まなかった それですから 村って寺そのものも新しい 新しい字なんですよ 1977年其實在那個 William Skinner的編的書裡面 也就寫過像寧波等等 這類的城市 可是他為什麼到了2002年的樣子 才出版了他的那個城市寫書 前後這樣就二十多年過去 這其實也是斯波先生做研究的 一個態度就是說 他常常把問題看了想了 放在心裡面 慢慢的在常年累月的閱讀中間 形成他成熟的看法 充實他的這些資料 然後他到了實際成熟 才把它寫出來 庶民的商業活動帶動都市進展 斯波異信說 府城台南正是說明 中國都市史的最佳實力 為了更深入考察研究 他曾經多次造訪台南 中國一個政權過來以後 在這裡所謂蟹土黨 落地深耕以後 但是他並不是跟全統王朝一樣 以農耕為主的 他還是以海外的商業貿易 為主的一個政權 特別到建京那個時候 他就回去金門這些地方 去做圓海的貿易 但是他又具有中國性格的 一個架構在裡面 這樣一個 如果你研究中國的話 你跑台南市 就很容易就跑完了 台南在日本人來以前 它本來就是那個城市 就是有城的嘛 所以就是有城門 所以斯波老師在演講裡面 就講有四個城門 就滿足了這個民眾的需求 像譬如說東門城很多的植物 筍子啦 那個蔬菜都從那邊進來 那個是因為他出去就是人得歸人嘛 日本人來以後 他就把城牆拆掉了 就變成用那個棋盤式的近代國家 就有兩個圓環 三個圓環 這樣發展出去 整個都市的發展就不太一樣 斯波異性 常年觀察中國的都市化與商業發展 還將目光放在海外華人 研究世界各地的中國城 他發現中國人不論到哪個地方 都有著勤奮工作 極力凸顯個人專長的特質 在一鄉力爭一席之地 而且在人際關係與商業往來之中 如同蜘蛛結網 華僑依然不是在地發展的組織 而是因應市場而生的經濟體系 而這也是他另一項重要的學術發現 大概18世紀以前出外的中國人 男生為主很小女生 那裡跟牛結婚的 那裡跟東地的女生結婚 甚至下一段就變成萬學的中國人 他們就會維持了中國人的生活習慣 但他已經非常遠距民化了 那這些人到今天他們認為 我也是有華裔學徒 如果不是的話 新加坡華人他們一般叫我是華人 泰國我叫華人 馬來西亞我叫華人 他很少說華裔 西波先生講華裔跟華僑把它分開 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們不要把它問 要不要再一起 要否則的話 就會使得一種誤會產生 西波先生以一個 不是以研究海外華人為主的研究者 但是他對這些問題 有滿深刻獨到的看法 那這個主要原因是 日本對於華僑史的研究 其實也有他漫長的歷史 就是從我們剛才講過 明治維新以來的這個新的日本的史學傳統裡面 華僑史研究也是當中很重要的課題 此波異性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他不像傳統學者 只考據數之高格的歷史資料 而是採用西方學術界 早在五零年代就開始流行的人類學 跟民族學的研究方法 他的研究態度在日本漢學界實屬罕見 先生は日本の学界では比較的長く恵まれなかったんだね 東京大学にもっと早く入るべきだったね 元東大教授は早くな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ね 本当にここで尊重されてたとしたら だからタンプライズ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 非常に喜んでお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 即便一路走來掌聲不多 四波異性仍舊義務反顧 他像個苦行僧默默研讀大量中國史料 卻又凍竹基先 將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 跟日本漢學的嚴謹傳統結合 找到前人遺失的那片拼圖 雖然四波異性一生著述不多 但他的每一本書 都是偶心力寫的研究成果 也為後人開創一條研究新路 良辰吉時易到 信徒航著大旗 準備和其他宮殿的信徒 繞進前往沙桃宮 為三太子祝壽 這四個宮殿信徒輪流進到內殿 向神明敬香 他們平時稱兄道弟 沒事串串門子 有事互相照應 這是台南相當道地的靜的文化 而這也是四波異性 對台南的一個研究重點 就是台南室內廟的靜 很簡單的就是廟的勢力範圍 這裡就是沙桃宮 這裡就是梁皇宮的靜 這裡是神興宮 這裡是保安宮 對保安宮 他們說到旁邊都是 還有一個連靜 比如說四隔廟人在一起 比如說我們就說四安靜 雖然清朝的政府在台南 是有它的行政系統的區化 但是民間在實際行動的時候 比如說碰到小偷強盜 民間叛亂的時候 要組織智慧的團隊等等這些 他們還是透過以核心寺廟為重心的靜 這樣一個組織 所以這個它還把它當成是 就是說台南市的城市發展的 特別的歷史的一部分 尖叫的時候說 會弄廟不見天 那不見天所到的話 就是它廟的靜 有很多廟會打架 就是說我的廟 我認為我的廟到這邊 所以我不見天就到這邊 那別的廟覺得不是 就會這樣的爭執 我常常聽他們在爭執 那靜主是怎麼選出來的 靜主向師安靜他沒有靜主 他是輪那個做輪主 今年是梁環宮做輪主 他的棋子跟香爐就在那邊 克林安靜寺廟 他打耿後典的天空 參與他大便 是兩隻大便 在等各種擁有靜的街上 在河所中的天空 都可以第三者 我們要看河所 也要看河所 這些地德很多 所以 我調整一步 私博弈性提到 靖是相当有特色的华人社会组织 更牵涉到数百年来的人口流动 而这一切的发现 都是源自于私博弈性最初的研究 查考中国宋代经济史的发展而来 每天早上九点钟 八十八岁的私博弈性 都会穿西装 戴帽子 准时抵达地铁站 以徐缓固定的节奏走路十分钟 到东阳文库上班 数十年如一日 这是他的日常 也是养生之道 工作是养生 研究是乐趣 斯波弈系每天还要大量阅读 他最近将家中藏书 全捐给东阳文库 一生的阅读量非常惊人 这些都是你送给东阳文库的书吗 你买这么多书在家里 太太会不会很辛苦 太太辛苦 是很辛苦 不满意 不满意吗 之所以想把家中藏书捐出来 除了实在放不下 这也是斯波异性 历经311地震之后才有的体悟 当时东阳文库藏书架 被震得东倒西歪 珍贵藏书散落一地 他跟同事合力复原之后 归心四见 无奈电车停驶 交通中断 他竟然一路走回奇遇县的家 走了好几个钟头都不累 本来就像这样的一样 就像这样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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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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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半 不担心太太吗 大丈夫 大丈夫 繁重的研究及管理工作 四波异性如何疏解压力呢 答案就是家中的白蚊鸟 最高记录同时养了16只 我全部放了 我都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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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种花 羊鸟 现在还种菜 私底下的思波异性 温和有力 对学生后劲都相当体系 但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上 态度却是认真严肃 曾经有学生被他吓到胃痛 但也十分感念他的教导 我应该是说非常友善或者是柔软 但是其实真的是严苛 我一直看下面 然后我没有勇气看上面 然后看大了 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是 我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念资料 然后我看不同 然后我到他的研究室去 然后他马上念 然后告诉我 好像是有生气的感觉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你没有办法说 你念然后打扰我 那时候他非常忙碌的 柴先生を見習おうと思っても 見習え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先生はこの研究所 東洋文化研究所 所長をなさっていた時代にも 一時期にも 朝早く所に来られて 何時間かご自分の勉強 研究をなさって 論文本を書いておられました 即使身為日本漢学界的 重量級大師 四波異性带人完全沒有架子 平時說話相當温柔和氣 但他必要時刻 却具有決断的魄力 他成功帶領東洋文庫轉型 走過經濟危機 尋求企業奧元 讓東洋文庫重獲新生 有了嶄新的風貌 而在學術領域 四波異性更是善於聆聽 尊重不同意見 從不批評他人 學術細節上 很多人就說別人的壞話 尤其是同行的人 尤其是專業 越來越接近的話 差不多五十年的教練 但是聽不到他說別人的壞話 將一生貢獻於漢學研究 四波異性如今還有未盡之功 最近他忙著查考資料 想做類書的電子詞典 還號召一群年輕學者 將過去不斷重科 複印的中國類書電子化 即使到了人生貌貌之年 四波異性仍舊親盡全力 希望能推動日本的漢學研究 再往前一步 印堂獎基金會之邀 女文索安與四波異性 來到台灣 分別在台灣師範大學 與台南成功大學 與年輕學子分享學術成果 我們為什麼看所有的 大家知道王偉的路柴这首诗 很多人会觉得那跟佛学有关 可是其实Steve认为 那就是deal fence 就是一个围着路 不让他跨越到外面的一个柵栏 从这个小地方入手 但是不会停留于小地方 如同哈佛课堂重现 宇文索安跑出问题 刺激听众思考 他以王偉的诗文为例 要人们摆脱传统的包袱 看清楚小地方隐藏的线索 甚至还在演讲前几个礼拜 亲自到陕西 蓝田 网川级的事发地 查考一千多年前 人们的生活轨迹 而思博异性虽然年事已高 还事先录制演讲影片 与台南成功大学的师生分享 慎重 周到 体贴 这是思博异性自然流露的谦谦风度 更是他虚怀若骨的大实气度 我们在台南的时候 我们有天晚上一起吃饭 然后就带了一个日本的卷子 就说帮我签个名作纪念吧 然后只不过是要他写 思博异性四个字 他大概花了五分钟才开始落笔 所以我们大家就想 台湾谁在害这个 折磨一个老人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对他其实是一个 很简单一个要求 他也会非常认真的去对付他 你如果要我签名 我就比拿来 一秒钟结束的事情 他花了好几分钟 就他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 不管是88岁的思博异性 还是72岁的宇文索安 他们都是将满腔热血 毕生之力 投注在中国浩瀚无涯的 文学与历史之中 以细腻的观察 独到的见解 为现代社会与中国古文明 最辉煌的唐宋时代 建立起对话的桥梁 为当前充满变动的世界局势 留下应对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